到了東漢末年 牛車逐漸成為了當時的 皇帝官員貴族出行的代步工具 到了漢景地平定七國之亂以後 開始推行推延令 有一些貧賤的諸侯 開始以牛車作為日常承認的工具 推動了牛車在社會上的普遍推廣 經過改造的牛車相對來說 比較安穩舒適 所以牛車在漢代的靈地 現地時期一度成為社會時尚 牛車在微禁時期也是適應了當時這種慢節奏的生活的一種反應 因為當時也講究玄學 講究清潭 縱貫整個中國傳統古代社會 牛車始終是運送貨物負重致遠的主要的交通工具 縱貫整個中國傳統古代社會 紅色的中國傳統古代社會 在家中的改造工具 中間的改造工具 中間的改造工具 連絡貫整個中國傳統古代社會 全國改造工具 新駱貫整個中國傳統古代社會 新駱貫整個中國傳統古代社會